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们享受基督的结果就是成为神圣别的子民 过圣别的生活 这就是立位记的总纲 祭物是可以吃的 不单是给神 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给我们 也就是我们与神同享这份基督 借着等等介绍的五种祭物 使我们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 今天神有一个渴望 祂渴望享受基督 而神的享受乃是借着我们将基督献上 所以整本立位记就像是一本食谱 告诉我们该如何烹饪基督 使我们能以基督为神的食物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五种祭的关联图 首先 凡祭是绝对为神 再来 数祭是基督拔高的人性 而赎罪祭是为我们里面的罪性 赎千祭是为我们外面的罪行 凡祭和数祭表征绝对为神而活 和有他人性的为人生活 赎罪和赎千祭乃是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性 和外面的罪行 凡祭是赎罪的必要条件 而数祭是赎千祭的必要条件 最后 享受四种祭的结果就是平安祭 神人交通 神人同享满足 好 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到立位祭讲到这个凡祭的部分 那在立位祭一章当中呢 凡祭的祭物都是能按着意志行动的生命 指明祭物不仅是活的 还需要将意志相辅神的旨意 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能看见基督作为凡金的应验 六节 因着祝宝节快到了 主耶稣的弟兄就要他去犹太过节 写明给世人看 但耶稣是不肯 因为当时犹太人想要杀他 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看见为着完成神的定制 主在时间上是受限制的 然后到了十节 虽然主仍然上去过节 但不是明去的 是暗去的 这说出他的行动上也是受限制的 十六到十八节 主说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 不说自己的话 他说的话都是从神说的 并且他寻求的是这个父神的荣耀 所以在主耶稣的一生当中 他没有瑕疵和不完全 他过的一种的生活是满足神的生活 或者主他的旨意受约束的生活 他是完全合格做反激的人 也是反激的应验 阿妹我是三期的陈子余姊妹 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素季 首先要来看三个表格 第一是说到贡物的各项细节 而贡物主要有三种 细面 五脚饼和出手之物 接着是描述各项祭物的预表 说出素季是基督做我们与神同享的满足 他有别于反激中献上的动物 素季的三种贡物都是植物 并且从素季的条例中看见 献祭后所剩下的 祭司和亚伦子孙中的南丁可以吃 这就说出素季是为着我们的营养 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 并且在真正的敬拜里面 一面做反激的基督升到神那里 另一面做素季的基督进到我们里面 因此我们是以基督满足神 并且与神同享我们对基督的享受 所以基督是喂养我们的真素季 在约翰六章里面有饥饿的光景 但是六章三十五节 主耶稣清楚的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看出人们的饥饿是因为没有基督 这个喂饱五千人的势力 说出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 他要来供应人一切的需要 所以每一天 我们都需要借着主的话 享受基督这活粮 做我们生命的供应 接下来我们看到赎罪记 赎罪记说到人的需要 为着解决误犯的罪 就是人里面内住的罪 因为记四章多次受到误犯的罪 而产生了赎罪记 赎罪记实行的对象 包含以色列人 受高的祭司 以色列全会众和官长 而且在约翰福音面的应验 就是约翰福音一章 还有约翰福音三章的铜蛇 基督的大小 与我们经历基督做赎罪记的丰富有关 所以立位纪四章说到我们借着献上基督 可以享受基督做赎罪记 另一面神的需要 让我们做祭司 进到神前侍奉他 在立位纪十六章三节 说到亚伦献上赎罪记和凡记 至终他就能侍奉神 完全为这神而活 五节就说到 他能将所享受的记物 用以服侍百姓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赎罪记内容的表真 台湾 接下来要讲的是 赎前净 这里人若是处着不洁之物 或是处着人的不洁 或是冒失法事 他就可以依据他能力的不同 线上母羊或两肢体苗 或是心念作为书签记 那这里也是很多的书签记 是线上没有层直的公面羊 它是书签记的表例 这是书签记的表征 那人若是那人想要献上书签记 觉得要对付我们外面的罪行 但是当然将书签记带到耶和华面前 献上给神时 就成为了不属罪记或是法记 这是因为对我们而言 我们是想要对付我们的罪签 但是对神而言 我们会犯这些罪行的原因 只有我们里面的罪行 还有我们够得绝对为神而活 当我们身上属签记的基督 这位没有对 而且就是为神的一位之后 就对付了我们的对签 使我们与神之间恢复了平行 然而书签记最后还是会祭祀 我们可以享受书签记的基督 对我们的供应 对我们的满足 也是我们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罪行 也使我们能够绝对的为神而活 那书签记乃是意念在约翰福音次章 那里有一个不道德的方马利亚妇人 她是满了罪行的人 那她会犯罪也是因为她里面的罪行 还有她不够绝对的像神而活 没有以神为她唯一的满足 主公布她 她所需要的乃是喝主所赐的 使用这位书签记的记忆 那喝活水的路乃是借由认罪 还要在地和真实里献上基督作为敬拜 那妇人喝了活水以后就得着了满足 神也因为救主作为书签记 而得着了满足 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到最后的末了一个祭物 就是平安祭 那平安祭呢 在例外祭当中呢 它的这个焦点乃是基督本身 所以这些的祭物呢 贡物乃是轰认基督好献给神 结果使神人同德满足 平安祭就有这面的讲究 那在这个经文当中 它有这个不同的种类 好比像公牛母牛羊羔三羊 他们所代表的表征 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问题就在于我们对基督 在于这个我们献祭者 对基督的享受有不同的光景 那就使得我们在享受基督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 所带来不同的结果 那当然平安祭本身 它有这个献祭的条例 那在条例当中呢 它其实 这个每一个部分呢 都有它的这个讲究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 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 好那这一个部分就是 呃应验的这个平安祭 好那在伯大祢的表记 表征里面呢 照会生活 是这个缩影 就是这个患难之家 那我们能够在那里 与祖同坐席呢 就说出呢 在伯大祢之家里面 所有的人都可以与祖一同的 在桌上吃饭 在这个家里面呢 就是这位 道成肉身的三一神呢 就成为了这样的人 同着我们有这个 在人的水平上 有这样的交通 所以呃 我们享受平安祭 呃是由这个 这个番祭数祭 赎罪祭 赎千祭所带来的结果 那就让我们看见 在圣经当中的这两条线 第一个就是呃 按照经历的部分呢 呃我们可以看见呢 呃有这个 经历及神经轮总和的记载 那在这个部分 就是呃 我们借着这个看见 这个基督是唯一的中心呢 好叫我们能够 借着这个神 祂得着人 呃 使我们在交通侍奉 还有生活的这 几项当中呢 使神人同德满足 所以就是呃 在这个祭物当中呢 呃 神他要借着呃 这个祭物的本身呢 呃 这个是呃 这个神他自己能够 得着真正的平安 我会看到你 这个是呃 这就是呃 这个是呃 这个是呃 这就是呃